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今天想和大家来到首尔位于西村近景福宫的一间香水店 亲手制造香水 其实说真的在首尔要找到一个地方 亲手制造香水真的不多 再加上韩国最近一直下大雨 所以今次我们找一些室内的活动做一下 这间店分别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卖不同种类的香水和精油 第二层就是给我们做一个香水的体验 亲手制造香水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要提早打去预约 如果你打算walk in 你就要冒着有机会摸门钉的风险 一开始导师就要我们选三个不同的味道 我选了花香味 甜味和Long Lasting的味道 之后他就根据我们的要求去选择不同味道的香料 和精油给我们去闻 去选择 我不得不提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导师的记忆力 因为每个香油的瓶上都只有一个红色 他只看一看红色就立即可以给我们闻 这个是什么味 这个是怎么样的味道 这个是怎么样的精油 真的很佩服他的记忆力 我们自己选择三种自己很喜欢的味道之后 就可以开始正式制造我们的香水 还有我们有机会因为一次过闻太多不同的香味 所以有些难分别 哪个香味和哪个香味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用我们眼前咖啡源头去闻几次 这样就会容易令我们恢复我们的嗅觉 一开始其实我们已经选择了三款不同的味道 导师就想我们在三款里面再选择一款自己是最喜欢的 而这个味道就会成为整支香水比例最重的一部分 之后他会告诉我第一款精油比例是多少 第二款的精油比例又是多少 那我跟着比例一滴滴滴到我的香水瓶里就可以了 再加上每一款的香油浓度其实都不同 所以每个人加入的香油比例都会不同 所以导师就会在章子里写完 究竟我们选择的香油味道的偏好和比例是多少 以防万一如果我们之后很想过来制造一模一样的香水 都可以跟着这个比例去制造 我们刚刚做了香水 然后他就会让我们试我们刚刚的味道 看看是否可以了 OK 而且这家店用的香料 全部都是天然和韩国制造的 所以是没有任何防护剂的 不过导师就有少少的温馨提示了 他就建议我们的香水最好放7天之后才开来用 那这个味道就会更加出和更加浓的了 去到最后了 很多朋友仔都会很好奇的价钱 究竟是不是很贵的 我自己就觉得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38000瓶一个人即是等于270元港元左右 而在这个钟头里面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味道 我自己觉得真的物超所值 如果本身的香水 你是打算送给朋友的话 做完之后 你可以加钱去换购他们的礼物盒 他们的礼物盒 我觉得都非常漂亮 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有一件事可能就要留意了 因为在预约的时候 你不知道哪个导师会跟你 你也不知道导师是否会说英文 刚刚我们那天的导师 就真的不太会说英文 我们已经是用謹语的韩文和沟通 但是有时候 因为在教学的过程中 其实都要有很多步骤 要很详细地解释 我们有时候都未必真的听得懂 但是他也非常有耐性 他在Google翻译 告诉我们 究竟他想表达什么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其实都挺开心的 大家又聊又聊 整个过程很搞笑 也是我第一次在首尔做香水 我觉得整个过程都非常有趣 而且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